請冰川準備 大家好,我是OK HAN 我今天要的專案就是 Chaintees,就是一個售票平台 我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黃牛票的一個問題 大家應該都有買過 英文活動的票 常常可能兩分鐘內 全部都售完了,然後可能 你回頭看FB的社團 然後就看到有人有十幾張 然後要加一些代購費之類的 然後只能去買那些票之類的 或是等請票 運氣好可以拿到這樣子 那其實我自己查 新聞 從2015年開始到今年 都很多就是黃牛票 然後就是被詐騙啊 然後有人就是可能 搶不到票,然後導致看不到演唱會 之類的問題 那這個專案目前的目標 就是說我想要成立一個 就是真正實名制的一個 搜尋平台,然後一個 匿名的交換票券的一個平台 然後推行 就是票券實名制的會員一個系統 然後跟抽選 票券的一個機制 然後有餘意的話就是成立一個 反 反黃牛票的一個廢尼組織這樣子 那 有參考日本的一個 也是反黃牛票的廢尼組織這樣子 那 那先來探討 就是台灣目前的常見的一些售票方式 那 常見的售票平台的會員認證方式 就是手機的簡訊認證 那其實就是 現在的手機的簡訊認證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一些預付卡之類的 等等就可以 就可以驗證 然後導致很多分身帳號的問題 然後購票方式就是 先搶現役的機制 那票券的話就是有 不進名或是名制的都有 那比較常見的是 不進名進場方式 那 日本韓國目前常見的售票方式就是說 他們手機認證都基本上是要 有門號的 然後 也是手機認證 那但是他們是 有些會限制日本門號才能認證 那 他們 票券的話 基本上都是採抽選制這樣子 然後票券也是採生命制入場 那 我想解決目前問題的話就是 希望可以採用就是 Mobile ID的方式 然後進行就是 實名制的認證 然後 面向主辦方積極的去推廣就是說 採用 抽選制的機制這樣子 然後 提供匿名的二手票券的管道這樣子 那 這個專案的話 目前就是需要一些 前端人員然後 我有用一個網頁就是 用Rage.js跟Node.js去寫這樣子 然後 目前 網頁就很醜 然後需要大家幫忙這樣子 那 今天 想要探討的問題就是 像 你們有沒有使用過一些 可能抽票喜歡覺得哪邊不好的點或什麼的 然後 哪些可以作為身份認證 是可以確保 唯一本人的方式 然後 還有想要問你 歡迎客人來找我這樣子 謝謝 我可以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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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